哈喽小飞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火爆全网的克拉鸭的进入思路 那我们先找一个参考图 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图片给它往后移动一点 不然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位置造型 请让这个背景图给它到一个背景的图层里面锁定住 希望找你前视图 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分析一下 它是否可以用几何体来改革这个形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头部呢它其实是一个寂静于球形的一个状态 而身体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大球 一个小球和一个大球先一个弧度一样 然后它的手臂呢像是一个圆柱 圆柱或者是硬球呢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么嘴巴呢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整体上的感觉是一个偏长的 其实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压扁的圆柱 或者是一个球也是可以长出来的这样的造型 当然呢你要说用这个曲型呢那也可以跳出来的 只不过呢是部署稍微多了一点 我们是要这么简单怎么来了 那么再看这个脚 脚部呢它显然是一个扁平的状态 我们用立方体可能做的时候会更快一些 然后再看它的头发这三个毛 三个毛它也是像一个三个圆柱是吧 或者是三个球给它拉长出来的 好那么我们分析完之后我们开始从身体来讲 从它们的大体的形状来定 首先我们画一个球 首先我们画一个球用扫地洗流的扫地工具 创建一个西村球体 画球的时候一定要按theshift键 给它往下来一点之后给它腰扁一点 稍微躲一点 这是一个头部是吧 非常简单啊 好然后头部之后下面也是一个球 可以直接按out键往下移动复制一个 复制完成之后呢 它之间呢它现在是双叉的两种 但是它要是连接起来的 连接出来的是吧 所以我们要给它接上 我们要用的工具呢是桥接工具 在桥接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桥接之前呢我们来先看一下 桥接的时候呢它可以线和线来桥接 变现和变现调节 或者是面也可以进行桥接的 我们来桥接看一下 先给它往上移动一点一点 看到它的曲面 方便我们选择着点击这里一个桥接 网格和细分点击下 先选择第一组曲面 选择好之后点击确定 再选择第二组曲面 点击确定 好的那么这样已经混结出来了 混结出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进来到非常适合 这时候呢也会发现 它混连接的地方呢 它不是那么圆的 可能不是很好看出来 是接近于一片方的状态 这里是鼓出来的 这里也是鼓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呢 是不是很标准的 好的那我们看怎么标准来做 下方的前途择 我们先把 因为下面四个面 这个下部分的身体要进行混接了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删掉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我们可以双击这个边缘 按着按照按照删的 双击这个边缘 然后呢看好了 点击这个单手算法这个小方块 先点击一下 到中间的位置 按照out键 这里有一个顿点 松手 这样呢它就直接拍片一条直线了 拍片完之后呢 你看它 它是一个边缝的 是吧 我们想要画一个正的 正元 那么这边呢 那么这边呢 肯定是一个正的 起边形才能调整一个正的元的 而现在这边呢 它不是一个正的 多边形 我们来做一个参考线来看一下 边数为8是吧 所以画一个正的多边形 给它转转一下 好你看 它这里呢 这四个点都是 不是一个正的多边形 是吧 所以呢 这里也是不是一个正元的 怎么做成一个正元的呢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 不是正元呢 给它删掉 那么这边呢 它肯定是一个正元的 因为它是在肯定的位置 好的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正的元呢 给它往下挤出 点击操作中间 这是一个圆点 往下转 好往下长 这样长出来的呢 它的圆呢 才是一个正的圆 调完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移动一下 好 按照Shift键 等你锁方向 好 上面的头部我们已经看好了 看完之后呢 我们再按照out键呢 给它复制一个 按照out键 再给它复制一个 然后再给它往下移动 按照Shift键 点击这个小方块 给它当背色放一下 好 这个身体呢 也已经复制出来了 好 等一下 好 复制完之后 好 然后呢 再给它混接上去 然后细分上这个混接呢 它是桥键 桥键网格或细分 点击一下 双击 直接双击这个边缘 这一圈线都被选成了 然后选择第一组 选择完成之后呢 点击确定 好 再双击第二边缘 你要双击完一边之后 点击确定 再选择第二边 这里三段数呢 这条1 给它1 如果要是它传之后特别明显的话 可以让它四段数更多一点 如果呢 固选上可以确定 我们前后有一个箱石头 是吧 这样这个大喜的身体 已经做出来了 传统再微调一下 进到当下方模式 现在这样呢 这个栏呢 不是往映显 怎么可以让它明显呢 就是让它的线呢 再挨得紧一些 双击的话 它这个栏呢 就会更明显 等 这个头 稍微往上 这个呢 就要根据你的感觉走 因为我们这个双击图 它都是水平要沿住的 然后我们再进行进行 做完呢 自己的那个身体 顺利的时候 它也是没有降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空间 进行这个造型的能力 要 实际 好 这个身体的身体 已经做好了 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嘴巴 那嘴巴的我们分享呢 它也是一个球困里面住的 然后我们这个演示 它先给一个球来做 好 这里下来 它是一个扁的状大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球给压点 然后抢到这个护士托 抢到这个藏室 然后给它移动到 护士的位置 好 那么这般前端球呢 前端球呢 它是嘴巴的 嘴巴的这里是吧 圆鼓鼓的拖转 然后呢中间呢是要收缩一点的 收缩一点的 然后到后面呢 它又是宽一点的 穿插到这个头部的 是吧 好 那现在要是收缩的话 用这个线收缩的话 好 这边造型就困不了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它线是不够的 我们选择后面了 这四个面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特色轴的中间这个圆点 给它往后挤出一点 是吧 这样呢 用这个线来控制收缩的部分 好的 那到后来 到后面之后呢 它也是要变幻的 是吧 好的 到现在这几个面 现在这几个面 给它拉宽一点 看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了 好 拉宽往过去 好 现在这个线呢 这个就想调到pina模式 pina模式呢 就是 可以了 它们控制点 之前几个面 这样它更后 光通它们要调整了局面的出发度 这里有一个 起爪位细分显示 点一下 这个 这个能够想调整一下 可以看到它们的点都拍过 也是我买一个牛的 可以给它 对系也是 点击这个操作桌子的小文化 来到后的键 有个对系了 对系了 对系好之后 再先换一下 太后键 先换一下 这个 调整一下 大体的东西 后面上可以按到 再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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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被挡住了 好 给它 给它穿插进去 穿插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调整 再换一下 墙尖这块呢 我们就得稍微换一点 这里 再收一下 然后后面再慢一点 单阻显示 选择这个想要显示的物件 点击这里隐藏 右下有一个小三角 这里哪里有一个隔离物件 点击一下 就把你们这个选取的物件 都被隐藏掉了 然后再换一下 然后剩下的这几个面 给它稍微拉 再拉宽一点 或者呢 现在如果是直接拉宽的话 也不再拉宽的话呢 这边也会有点动 所以我们可以 把它再给它几乎一个面 是吧 用这个想要再来固着这块 好的 好 我们再来一些好想 那前部分呢 稍微胖一点 稍微微微一点点 稍微微微一点点 稍微微一点 稍微一起来固 好 调好之后 好的 那后面演示比它稍微微一点 就是这里呢 要稍微微微一点 就是这里呢 要稍微稍微一点 这个可以 就看到这个效果图的影响就可以了 好的 然后这个嘴巴呢 调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效果图看一下 那这里呢 上面呢 就是鼻子这个效果 可以显得高 那我们可以显得这几个 这个位置的几个线 给它往上抬 那我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两边呢 它也提起来的 是因为 它这里的线太少了 只有这一根线 来控制两个面的这个双划度 是吧 那想让它 这两边 变化小一点呢 可以就给它加线 让它几个线更增多 再来进行调整 那么它变化就会更突显一点 好 然后那我们这里呢 有个工具叫 是细分面 对细分面再细分 就是这一个 现在这是一个小面是吧 再点击下之后 一个面上的四个面 就是 就跟豆腐块一样 会浪水到有七倍的增长 这样把它几个线就会增多了 增多完成之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 现在这 现在这块的这个鼻子 这块的几个线 给它整体往上抬 它这里只要斜着了 给它稍微转一下 现在让它更顺一些 好 我们把那个做出来 是吧 这样鼻子就出来了 之后可以再来调整一下 这里也可以让它 说的 再 再紧一些 对 现在这两边 两根结构线 给它往内再去一点 可以让它再 抬高一点 这个点往下来 就让它说话的 过来 等 这个点 这个点 好 然后这个鸭子的嘴巴 已经做开了 可能觉得 不是很像吧 这样一百个人做开 有一百个人造型 用这个犀牲的话 只有我更好 没有最好 可以一直开下去了 好 然后我发现这个嘴巴 它是稍微往下浅斜的 然后大型好之后 稍微转一下 好 再回去点 那这个嘴巴呢 已经做好了 那在做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这个手臂 手臂呢 它可以圆柱也可以用球 还用来 还用球来做 下面呢 它是要往下 涨出来的是吧 如果我们直接 选择这个 涨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看 这样会发现 上面呢是因为大的 而下面它是 别少 别小的收缩的 那这个手臂呢 它是整个同样的 这个半径 是吧 那我们可以 把这个还是一样的 删掉 就像这个 给它往下涨 这样涨出来的边缘 都是一个垂直的 很大的 好的 这个基础 就是先见一个球 然后往下 扶下半球再删掉 然后再显到中间的边缘 先给它往下涨 这样涨出来的边缘是蛮大小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手臂呢 它是有三个小手指 三个突起 突起了 我们一般做 手指或者是 都会出来的 就是要显得这个面 给它往上拖出来 或者呢 给它写的这个 中心的角度之后 中间这个原点 给它往上挤出一个 这样的突起 也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 这个顶部呢是有四个面的 而这个手指呢是有三个面的 所以我们要看看 咱们可以把这四个面 分为三个 分为三个等分的这样 要是这样 单个一起 分为一起挤的话 你会发现全是不像的 可以讲的 这也是一个交在一起的 而这个呢是像一个 一条直线上的 一条直线上的 所以我们来看啊 我们把其他先单独 连藏一下 给它 把这个球团给它旋转一下 找到这个点给它旋转一下 好 然后我们先都给它连上 你看这有几个端点呢 它是没有连到这个焦点的位置的 我们先都给它连上 那么 这个也是吧 好 连完之后 还可以再给它挺直播看 我们可以给它画分为三个 三个 我们这样来看 可以 现在它们都交在这一点上 是吧 所以我们要给它拆开 给它拆开 我几个走 现在它们都是这样走的是吧 那我们要给它换一个路 不要让它们交在一起 不然急速的话 它们都是一个交云交连的 我们可以这样 让它走 这个之前它是直上直下 是可以的是吧 而至于现在它往这边走的 那就给它换一条路 再给它支一段路就跟你走 好 那这根线呢 它也是交在这里 那刚好拆两个回忆租 拆两个回忆一下 是吧 那这样就把这个线呢 就给它拆了 拆了 好 然后我们还是 使用我们这个 在细分上插入点过去 给它们一次联系上 给它们支一条正确的重 再把这些错的路呢 给它删掉 不要让它们交在这一块 那这个交点呢 这个交点呢 现在刚刚了 那怎样做出这个三个点呢 好了 现在这个点 现在两个点 可以直接 是吧 那就做出来了 非常快速啊 注意这里怎么办 把那个线给切出来 切完之后 这个三个凸点呢 已经出来了 要再微调一下这个造型 把这个的往内移一下 好 那这边也是同样的 那如果我要想是 想要把这边的移到 和这边是同样的大小 怎么办呢 这里呢有个工具 叫对称镜像 这个镜像呢 和我们这个 心中里面的镜像 还是不一样的 更方便的就是 它有一个记录固件历史的作用 好 就是它一个 刚才我们使用的时候 这里有个箭头 先给它一个起底下 然后这里有个方向 这边是一个箭头的吧 这边是朝右的 朝右呢就是你想要移动的这个物件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做的是移动这个 左边的 右边的部分来动 给它反转一下 然后把这个键 这样子这个键锋呢 这样到我们要移动的这个方向 可以确定 好 然后我们看看 我移动这边的手 应该是一起动 再往上 这个跟我们这个鞋的镜像 还是回大了 更方便一下 这样吧 这样的两边呢就是 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大小 和位置 然后我们再调调一下 手持的这个方向 稍微粘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 就先给大家粘一点 这个也是跟着 有个收缩的样子去顺 好 这个段点呢再往上抬一点 这个高度呢是 差不多接近的 好 小的小的模式看一下 是吧 这样的三个这个手指已经出来了 摔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手臂 它呢是要 脚动的是 稍微轻斜一点 是吧 稍微轻斜一点的 所以我们先把做好的这个身体呢 显示出来 作为参考 再顶时托 给它稍微转一下 转一下 再转到前时托 转完之后 我们又要开始 接着找这个手臂了 像我们的这个相关模式 选择按照看手机 双齐这个外面 在这个边缘 可以选择这个中间这个圆域的位置 给它再往下 再切一切出 接着完成之后 要开始往右这里 是吧 长出这个 手臂这个位置 好 然后说手臂这个位置 我要是选择这个边缘 要给它旋转一下 它要是开始弯了吧 你会发现 我选择完之后 它是变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我现在还是在 这个镜像的状态下的 所以它会出错 所以我们把这里 调整好之后 把镜像给关掉 直接右击这个镜像 过去 那么这个镜像就被移除掉了 一刷完之后 再刷起这个边缘 前往这个前置 给它旋转一下 那么这样它就会出错了 它这个镜像之后 稍微解决一点 然后再给它进出了 然后再转一下 一点点 给它往右边 完全 好 到垂圆之后 是可以给它 可以给它 下刷 这样的话 这个按 操作之后 这个wt键还是很方便的 好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下 这个转完之后 它转到下面 是要张开一点的 对这个手边 还是要稍微 往左边 稍微转一点 这样呢 其实方法呢 就很简单 剩下来就是看你怎么 把这个面的排部位 以及它面面之间的 夹角的关系 比顺 就可以了 好 那这里呢 大家发现 这里是一个 转折的这个动作法 还是同样的 那想要让它棱更明显呢 那就是 就好像它的线 离得更近一些 那这个棱就可以 更明显一点 我说这个方法剩下的水 也是调整机的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